男子在监狱练成了空手道高手,出狱后无人能敌,打法凶残,犹如猛兽。 大家好,这里是兄妹说电影,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部根据卖画改变的电影《军机》。 男主阿乐是一名成绩优异的高中生,且十分懂事,家里还有个妹妹小美,但妹妹从小就有精神妄想症。 一天早上,一家人吃早饭的时候,小美竟发疯地拿水果刀杀害了爸爸妈妈。 阿乐为了保护妹妹,于是顶贴妹妹入狱,一时间她也成为被众人唾弃的变态杀人犯。 当别人得知她杀害父母的事情后,从狱长到狱友,所有人都看不起她,还对她绰绰刁难,甚至狱友还把她吊起来后,凌辱了一番。 狱长知道后,也当没看见,大家都希望把这种没有良心,杀害双亲的禽兽给整死。 在一个下雨天,小美来看望阿良,但眼前的小美一改以往的清纯模样, 她质问阿乐为什么要杀害父母,也因为这件事,家里的财产都被亲戚抢光,自己还被退了学。 怀恨在心的小美决定出卖自己的身体去工作,阿乐想阻止,但却又无能为力。 在接下来的日子,阿乐依旧每天遭受到狱友的信选,作为一个只是高中生的她,终于承受不住了。 于是,决定用自杀的方式,表结这一切。 幸好被一名误过的大叔救下,他叫黑川,入狱前是一个知名的空手道教练,在阿乐身上,黑川仿佛看到了自己,于是决定叫阿乐空手道。 阿乐也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刻骨练习,没过多久,在狱中也成了一名空手道高手。 当那些看不起他的人再来欺负他的时候,他就把人一一打趴,从那天起,也就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他。 由于阿乐仍是未成年,所以被囚禁了几年后,便获得了释放。 可因为留有暗地,而且他杀害父母的事情,路人皆知,所以只能从事一些见不得人的工作。 终日陪富婆赢酒作乐,在一次和被人打架的时候,他被全金社的社长火灵哥看上,还邀请阿乐加入自己的社团并参加全赛。 此时的阿乐仅需要重新得到社会的认可,于是答应了火灵哥的邀请。 但他却没想到,火灵哥正在给他设立一个巨大的陷阱。 为了能够赢得比赛,阿乐开始了高强度的训练。 时间一天天过去,终于来到了比赛当天。 火灵哥等阿乐进场以后,便在大屏幕放出了阿乐当年杀害双亲被捕的画面。 此时,阿乐突然醒悟。 原来这一切都是火灵哥预谋已久的阴谋。 火灵哥想把他打造成一个人人唾弃的变态杀手, 然后再让拳手把他收拾,以此吸引观众眼球从中获利。 可让火灵哥万万没想到的是,阿乐虽然处于下风,但也有些实力。 在紧要关头,他使出致命一击,一脚重重踢在对方的脸上, 并致使对手的眼睛永久失眠。 恼羞承诺的火灵哥宣布比赛作废,而且阿乐将竞赛终身。 但阿乐也并没有因此放弃。 一直以来他最想挑战的人就是拳击第一高手阿元。 为了激动阿元接受他的挑战,他还跑到阿元女友家, 假装飞离了阿元女友,然后回家进行刻苦的魔鬼训练, 甚至在几十层高的大厦进行徒手引体向上。 没钱请陪人的时候,他就到处人路想混混, 以此来增加自我的实战经验和抗击打能力。 与此同时,出狱后的黑川也用最原始的方式, 刺激阿乐身体的潜能和兽性。 这次,阿乐做好了充足的准备。 在比赛的前一天,阿乐也在一家医院找到了妹妹, 看着眼前的小美,眼神终于依旧充满了宠溺。 就算自己痛苦不堪的人生全因妹妹而起, 他也没有任何责怪。 比赛当天,阿元第一高手的称号也不是浪德虚名, 阿乐完全处于下风,连连挨揍, 丢入一个人肉沙包般,根本没有还手的机会。 阿元为了给女朋友报仇,每一次的出拳都带着杀气, 但阿乐却犹如杀不死的小强,一次又一次的站了起来。 阿元也显得有些不耐烦了, 他决定拼尽全力,使出决定性的一拳。 可没想到阿乐不仅没有躲闪, 反而主动利用额头证明迎进阿元的直拳, 然后倒下了,比赛结束。 瞬间,全场观众沸腾, 阿元不仅给女友报了仇, 还除去了一个人人唾弃的社会败类。 就在大家欢呼雀跃的时候, 阿乐却再次反反的站了起来。 而此时,阿元刚刚出拳的那只右手, 已经深度捕裂,无法再动弹了。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 这场比赛到底是赢了吗? 从比赛规则来看,阿元无庸置疑, 但是阿乐自身的角度, 他已经证明了自己。 阿元也因为手骨断裂, 从此放弃了拳击收牙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,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帮忙点个关注哦。